天道最黑复仇者惨了 亲生儿倒戈认了假爸爸 谢成军下跪痛哭烦咬 谢成军在三绿八点台剧天道演出复仇男一 目前谢成军是江国斌亲生儿子 而真正的罗家二儿子是卧床植物人的米姑 而最新剧情中 谢成军全盘托出米姑的真实身份 张明杰崩溃痛哭 直呼 你太狠心了 为什么要欺骗我 我找米姑找了三十年 最后谢成军痛心揭发江国斌的复仇计划 决定大义虐青 张明杰也和谢成军合作 持续假父子关系 要一次扳倒江国斌 谢成军是江国斌亲生儿子 真正的罗家二儿子是卧床植物人的米姑 植物人米姑再度出场 谢成军也握着米姑的手痛哭流涕 剧中张明杰 苗可丽 王正赋意外得知谢成军的谎言 得知他是冒充身份混入罗家 一家人痛哭失声 谢成军也跟出藏尽人是江国斌 将要大义灭青 张明杰一方面很生气 但想起复仇计划 决定和谢成军一起合作 将持续演出假父子 无形中要给江国斌一级 另外还有谢成军和曾智希这一条感情线 曾智希最先发现谢成军的秘密 虽然痛心难过 但谢成军在他心中始终是最好的萤火虫哥哥 谢成军也很在乎曾智希 让网友也敲碗说 希望这一对不要再跃下去了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